娱乐圈的脏不是现在才脏,在20年前可以说更脏,早在2003年,一个连三四线都排不上的女演员,曾公然在网络发言,我白天做着演员,晚上陪着睡觉,一年伺候了30多个导演,才换来的角色,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 这位女演员,就是在大陆著名连续剧《康熙王朝》里饰演董岳飞的张玉,张玉出生在北京一个普通的家庭,长相只能算是中等,她从小就没有接受过正规的表演学习,也没有家人从事这一方面。 所以,在这方面,跟王宝强是一样的路人条件,但是因为从小喜欢表演,不怕吃苦的她,就跟许多没背景的人一样,做起了龙套,但是就算从龙套做起,没有出众或者有特点的长相,在那个年代,是很难有观众缘的,所以,她一直都演的是一些配角的角色,这让她想成为主角的想法渐渐动摇,所以,她走起了歪路子,以陪睡导演来获取一些排得上脚的机会,说起陪睡。 对,其实这在以前那个年代还是很多的,因为当时的电影业发展得如火如荼,很多演员要想火,就必须让一些明导看上,才能有机会参演好角色和作品。 许多如今火了的明星,在年轻时没有背景的情况下,的确是有过不光彩的尚未经历的,作为一个长相不出众,又不是电影世家出身的张玉也打起了这个念头,她也因此得到了一些叫得上名字的角色。 但是依然不怎么火,唯一能让人们记起的就是《康熙王朝》里,那个让人心生怜悯的悲惨的董厄飞,而且她当时爆料的时候也说过,这个角色也是她赔睡得到的,但是在这部剧里,她的确是演技在线的。 她把董厄飞演的是相当的还原,也小火了一把,这也让一直想要放弃的她看到了自己能出名的希望,但是现实还是给了她重重一击,因为她的长相不够出彩,以及年龄问题,导致她之后没能继续接到一些角色。 这让她又开始准备靠走弯路去得到这个角色。 张玉就瞄准当时靠着笑傲江湖而爆火的导演张继忠,想通过跟她产生肉体关系,来获取好角色。 而且,她还叫来了也想获得角色的好姐妹小霞,这样不仅能够帮朋友,还可以确保自己有个同伙,可以让导演允诺。 作为一个男人,张继忠导演自然是在后来的酒局上领会到张玉的意思,这个不正当的事情也发生了。 可是后来,张导却给他俩安排了压根就不可能会出名的小角色,连丫鬟都不如的角色。 这让付出了肉体的张玉顿时感到被骗,异常愤怒。 之后,她通过媒体把她所经历的不公彻底公布,当时的媒体可是非常好这一口消息,各种报道。 而那些有地位的几个名导,看到这些也是联合起来攻击这个毫无地位的小演员,完全是老鼠屎要搅坏演艺圈。 说她只是个想出名的小演员而已,可是混迹娱乐圈多年的张玉,早就做好了其他的准备,把跟30个导演所做事的录音给公布了出来。 好样的,张玉是自损八百,也要揭露娱乐圈的黑暗事迹啊,对一个没有地位背景的女演员来说,这也是迫不得已的自保维权方式。 她在2003年向媒体透露了一个惊人的消息,她手里有一盒录像带,里面装着导演黄健中潜规则女性的证据。 黄健中是一位著名的导演,曾经指导过《大宅门》、《大明王朝1566》等电视剧。 她也是张玉的恩师和前男友,张玉称自己和黄健中在1999年相恋,并且在2000年同居,她还称自己出道后的角色都是自己睡出来的,牵涉到30多名导演。 她说自己是为了报复黄健中对自己的背叛和伤害,才决定公开这些录像带。 张玉的爆料引起了轩然大波,娱乐圈一片哗然,许多人质疑她的动机和真实性,认为她是为了炒作自己而捏造事实,黄健中也否认了张玉的指控,并且起诉了她诽谤和侵犯名誉权,法院最终判决张玉败诉,并且要求她赔偿黄健中10万元人民币,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公开道歉。 张玉没有服从法院的判决,而是继续向媒体爆料更多的细节和证据,她还称自己有更多的录像带,涉及到更多的导演和明星,她说自己不怕死,也不怕被封杀。 只想让世人看清娱乐圈的真相,张玉的勇气并没有换来公众的同情和支持,反而让她陷入了更大的困境,她被娱乐圈封杀,没有任何的工作机会,她的音乐梦想也破灭了,她的专辑被下架,她的歌曲被禁播, 她的生活也陷入了困顿,她没有钱支付法院的赔偿,也没有钱支付律师的费用,她甚至被迫卖掉了自己的房子和车子,流落街头,但是有地位的黄健中和张继中导演,却淡定地反击道,这是一位不择手段的女人,为了想成名彻底疯了。 听到这里的张玉,也硬刚到底,把这几位明导和几个造谣自己的媒体告上了法庭,张玉从小就对荧幕上的女神们充满无限的憧憬和向往,她会跟着电视机里的女演员,一遍又一遍地模仿她们的表情,动作和台词,母亲说,她天生就适合当演员。 全家人都这样认为,在亲朋好友的鼓励下,张玉下定决心要成为电影里的那个她。 高中三年,张玉没少花时间钻研表演技巧,放学后她不是炮图书馆,就是窝在宿舍自学基本功,同学们都说她疯狂,但张玉不以为然,她眼里只有闪耀的星光。 考上北京电影学院的那天,一家人高兴地睡不着觉,张玉兴奋地直跳脚,终于向梦想迈出了第一大步。 然而,梦想是梦想,现实却并非如此美好,在电影学院的头两年,张玉就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优势,相貌平平,才华也一般。 深安规则的富二代同学将她远远抛在身后,张玉苦练基本功,希望能弥补天生的不足,而机会永远只眷顾有备而来的人,那是张玉人生的第一次交叉路口。 一位导演虎视眈眈的盯上了这个国货级的身材,用一个小配角又使她就范,张玉起先愤怒地拒绝,脑海里女神的身影逐渐破碎,她痛哭一夜,骂自己不争气,但演艺梦想再难抛弃,她还是妥协了,第一次,总是最难忘的。 张玉至今还记得那个污秽的出租屋,那个中年男人的黄牙语暴躁,她咬牙忍耐,直到一切结束,那之后她私下里吐了一天一夜,连水都咽不下,就这样,潘多拉的磨盒被打开了,得到甜头的张玉不再挣扎,她选择了沉沦,导演们的名单上多了一个号码,片约也渐渐多了起来。 数据显示,那一年,她与三十多位导演建立了关系,用青春与身体直接换取角色,她再也回不到从前,靠着肉体交易,张玉终于迎来了演艺生涯的首个高光时刻,她先后出演了几部电影中的龙套和小配角,艰难地累积着人气。 2001年,一个叫董厄飞的角色改变了她的命运,这是张玉第一次担当古装剧女主角,她全力以赴,成功圈粉无数,康熙王朝,红透半边天,张玉也在片中的精彩演艺中一战成名,然而明星的热度来得快,冷却得也快,名利场风云变幻,张玉不再是公认的宠。 两年后,她又返回人生的原点,再次面临角色慌,前路茫茫,张玉不愿重蹈覆辙,但交易早已化为本能,坐拥金主的日子太舒适,她无法自拔,再次滚入污泥。 2001年,张玉盯上了当红导演黄剑中,想依靠她再次翻身,她主动献殷勤,受够了小角色的苦,渴望在《笑傲江湖》里出演《女二号》,黄剑中早已腻味美色,十分敷衍,张玉集中生智, 牺牲自己好友小侠来取悦她,一来二往间,功夫不负有心人,张玉成功在黄剑中的床地间留宿六个月,期盼着机会来敲门,只待胜利在往时,黄剑中突然断了联系,二人苟且的关系不了了之,张玉一无所获,她痛定思痛,意识到自己是铁了心要出头,不择手段,再难忍受这样的践踏和玩弄。 她决定与黄剑中同归于尽,揭露他们之间的丑闻交易,曝光丑闻后,张玉即刻成为公众敌人,同行们群起公知,道德绑架猛烈进行,她不甘心失败,打开法律武器试图反击,然而证据不足,先有人站在她这边,官司打输了。 张玉在无还手之力,只能签下不再提及的保密协议,这场闹剧让她醍醐灌顶,娱乐圈从来就没有公平可言,张玉思来想去,非常清楚自己在这个圈子活不长久,她不再执念明星梦,选择嫁作她相父,丈夫没有嫌弃她的过去,给了她一个崭新的开始,离开风口浪尖。 张玉这才找到了内心的平静,张玉只是娱乐圈中无数龌龊的冰山一角,行业数据显示,影视圈的新人攻击远超过角色的空缺量,竞争异常激烈,导演和资本是行业的操盘手,新人想要出头,交易和捆绑签约是标准配置,那些道德洁癖者基本难以立足。 既定的潜规则下,新人的青春与肉体成为消费品,大部分小角色都是靠类似的金主式倾销模式而存在。 他们将自己最宝贵的资源完全奉献出去,换取可能一生仅有的一次机会。 大多人难逃张玉的命运,最终仍是敏然众人。 在那之后,张玉直接遭到了全娱乐圈的封杀,跟着一直爱慕她多年的商人男友去了湖北生活。 虽然她在那场接吊娱乐圈遮羞布之战中败了下来,但是早早离开娱乐圈对她来说,或许也是另外一种幸运,免于继续堕落走歪路,平平凡凡地嫁人,或许才是。 她真正该走的路,游戏从来就不公平,规则也由操纵者制定。 张玉突然反抗,不过是戏剧化的助角,明星们仍将在聚光灯下继续表演。 下一个悲剧主角不知在哪里排队等候。 他未经许在哪里排队等候。 我们留仇AC地票证明正在程中措除了吧 ! 有美女É 什么